下课 下课 follow me follow me 不動 是嗎 老闆 老闆你怎麼了 愛心嘆氣 你心情不好 是 是啦 心情不好 給你做好了 不要氣嘛好不好 不要氣 老闆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慢慢講嘛 沒關係啊 你看看這麼好的東西 剛才在拼杉的時候 老闆現在看就知道 你拿一拼打一拼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 拼不拼 啊 導賓我知道了 導賓一定是認為你這個花瓶又沒傷那個幼啊 又沒有顏色 醜不辣雞的 你是眼神的 這個東西不是單純的 只是說一個肥皂而已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年輕 在學那個頭圖的時候 做出來第一個作品 這是有歷史的 有感情的 那真的是要看一下 對… 小孩子沒什麼藝術細胞 看這個看就不看 不看就不看 導賓怎麼在這裡吃了 我剛才沒注意了 不好意思 今天很閒啊 民宿都沒有生意啊 還不是咧 是我們拉著導賓 要問他那個達文西密碼的事情 這現在最流行的電影啊 對啊 我們想知道一下 如果這個古畫受到什麼毀損的話 是不是真的可以像這個書裡面 跟電影裡面講的一樣啊 這樣子什麼修復啊 就可以把它恢復原來的面貌 我相信是不可能耶 不可能是真的嗎 有可能嗎 真的喔 真的啊 真的 真的 在我的國家 有很多名畫都很古老了 需要修復 所以修復師 在那邊很多有修復師 修復師 就是專門在負責修這些古的藝術品啊 古畫那些嘛 那他的這個法文要怎麼說 他們叫做 我唸得懂 這個字呢 其實他前面就是什麼 restaurant restaurant 就是餐廳嘛 對不對 因為呢 這些修復師啊 平常沒有那麼多古要修 所以他偶爾啊 在閒暇之餘 他必須去餐廳打個工啊 賺點生活費啊 很合理 不敢講 超多啊 對 超多啊 那個餐廳的法文是 restaurant 對不對 對 不過restaurant 也有餐廳老闆的意思 真的啊 我就跟你講說 這是有關係的 因為呢 這個修復師呢 他平常就是負責把這些古文物啊 古畫對不對 恢復他們的元氣嘛 那餐廳老闆呢 就是要做出很好吃的菜 讓顧客也覺得吃得很飽 恢復元氣 所以兩個是相通的 所以在法文的運用上 他們幾乎是用同一個字 真能掰耶 不過說真的 我很好奇耶 像那種修復師啊 他們的工作是怎麼樣 要怎麼去修復那個畫 如果上一層的話 這樣就不是真機了嗎 我想喔 他們一定有很多 我們不了解的專業 嗯 而且我覺得啊 這個修復師真的是一個 很重要的職業 要不是他們的話 幾百年以後 那些很珍貴的作品啊 大家都看不到 對 聽你們說 現在一堆畫 我誤出一個道理 嗯 這藝術品喔 這麼說 應該要拿給大家欣賞才對 對啊 不可以這樣自己一個人穿起來 所以小鐘不好意思 這東西應該是要給你們欣賞的 好 來… 來… 好… 我還沒碰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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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 這是… 這是我… 這是我… 這無家資保 你看我… 啊… 啊… 現在是沒人了 怎麼辦 欸… 達比啊 你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這樣好了… 這樣好了… 我請我的朋友 修修看 真的… 真的可以修喔 東東達比 這個已經睡成這樣子 修得好嗎 對啊… 我認識… 對啊… 我認識一個朋友 她剛剛從法國回來 她是專門修復這種陶瓷的嗎 對… 她也會修… 修護油花 油花 油花也可以喔 對… 不然就… 達比你幫我介紹你那個朋友 然後… 我去跟她請教拜訪 然後看看 她是否能幫忙修好這個花瓶 好不好 達比對不起喔 那…那我就出發囉 這樣好了 下課 花露米 Follow me Go 好…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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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知道你才從法國回來 我秀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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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句好像又不一樣了 聽起來好像差不多 是啊… 是呀… 那我要學這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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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麻煩你啦 那這個地方就是你的工作室嘛 對不對 是啊… 我可以參觀一下嗎 這個是我以前在法國的時候畫的畫 這是威尼斯西班牙的畫作 無名畫喔 是啊… 這個是我以前修的畫 哇… 浪漫的意大利耶 我覺得啊 這個畫就是畫得好 保存得好 任何時間看到 都會給人家一種感動耶 就像這幅畫 有沒有 一看到就好想跟我的白馬王子 一起去同遊威尼斯 我…我是說… 欸…做到也有耶 哇…這些畫白一點點 應該也是準備要修復的名畫吧 欸…對不對 戴大哥 是啊… 嗯… 欸…不過戴大哥 修復名畫以前很為… 今天不是有帶一個畫面要給我修嗎 對啊…就是他啦 已經睡成這樣子 你一定要幫幫我 沒有問題… 交給我就好了 好…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學嗎 當然… 欸…戴大哥… 像修復這種花瓶啊 或者是陶器之類的啊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呢 像拼圖一樣 一個一個把它拼回去 然後再用膠帶把它固定起來 好…那我跟妳講一下 它原本啊完整的時候呢 它就是開口朝上 它有一個小小的妖身 然後一邊是圓弧 一邊…很難講 沒關係… 反正怎麼樣 我都可以把它修復去 就算不知道它原本長怎樣也可以 沒關係 對… 戴大哥已經拼好兩個耶 我連一個邊都還找不到 戴大哥… 戴大哥我終於拼到一塊了耶 戴大哥… 戴大哥… 為什麼妳還要做兵馬的動作啊 因為等一下還要拆掉 蛤…還要拆掉喔 怎麼拼得那麼累耶 那為什麼不會一開始拼啊 拼對的時候就直接把它黏起來就好了 因為如果說一開始拼呢 容易出錯啊 所以要去… 然後再來… 編碼啦 然後再拆開充電 沒錯… 有道理啊 要不然如果說一開始就黏著的話 那發現萬一黏著 再把它掰開 反而很容易… 二次長拍 我還發現戴大哥在膠帶上面 寫了很多的編碼 原來編碼的目的啊 是要把碎片應該跟哪一個碎片相接 還有用哪一個編相接給標示出來 像AB這兩塊碎片 它A4的這一邊 跟B2的這一邊是相接的 所以AB兩個碎片 分別替一張膠帶標示著 待會要黏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地拼上去囉 雖然還要拆掉很麻煩 不過我想做了記號 第二次要把它拼起來 應該就容易很多了 沒錯 現在呢 我們真的要開始把它黏上去了喔 不過戴大哥 你現在調的這種是什麼膠啊 就是那個無酸性的壓克力膠 無酸性的壓克力膠喔 那跟一般我們用的那種黏膠 什麼不同啊 它是可以拆的 還可以做清洗 無酸性就比較不會清拾是不是 對沒錯 可是不就是要把它拼回去嗎 何必又要把它拆掉清洗呢 因為這個東西呢 放個落乾年後 然後再次損壞了 我們還可以留給後人 就再次修復 喔 對啦 如果它是古董啊 可能再放個五十年一百年 也許它又老了 或者是損壞了 沒錯 那到時候呢 以後那個修復師啊 它因為你之前用這個膠 它比較好拆開 比較好清洗 也比較知道怎麼弄對不對 對沒錯 戴大哥 我看這個黏膠啊 黏上去之後 好像還要再等一下對不對 沒錯啊 還要等完全乾的時候 還要補點色 補點土這樣子 喔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好了 沒錯 那不然等你幫我修好之後 我再來拿好不好 好啊 不過戴大哥 今天既然來了 我聽說你還有一項很厲害 就是那個油畫的修復啊 是啊 我可不可以看你怎麼修油畫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啊 好啊 其實現在有帶你一張畫 這一幅嗎 是啊 哇 這是新買的嗎 看起來好亮喔 不是 這張是我的畢業作品 畢業 你畫的 好厲害喔 不是 這張是我修復作品 啊 對齁 你是學修復那個油畫的嗎 是啊 哇 那這真的看起來好新喔 你有它修復之前的樣子嗎 有啊 有啊 你看 比較一下 哇 差很多耶 你們看 雖然是照片啊 可是還是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它泛黃的樣子耶 哇 修復之後果然是差很多耶 欸 那既然不是你畫的 這個畫是從哪邊來的啊 呃 從特朗市場來的 那大概有多久呢 大概有三百多年 十七世紀的作品 三百多年耶 那不就也算是古董 會不會很貴啊 呃 十來萬吧 十來萬 哇 好貴的那個畢業作品的菜 有材料喔 是啊 所以喔 要當那個大師之前啊 還是要經過一番辛苦的苦練啊 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不對 可是戴大哥 在練習的那個階段啊 技巧啊 還不是那麼的純熟 萬一失敗怎麼辦啊 其實修復原則就是 在材料上面還可以清洗 然後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哦 就像我們剛剛使用那個膠一樣啊 它也是要可以清洗過的嘛 所以如果一不小心在修復的過程中 出了一點小小的差錯 它還是可以彌補的把它清一下 重新再一遍對不對 沒錯 那會不會有一些狀況就是 真的沒辦法救了 還是有一點點 有一些是清洗太白 或是要燙傷 會燙傷喔 那你還好嗎 有沒有記得衝動爆開手 是作品 作品 是啊 咦 畫耶 畫也會燙傷喔 這些啊都是黛大哥啊 在修復油畫時候的好幫手喔 他們呢可以燙邊 或者是撫平畫布上的列紋喔 只是好難想像喔 用古董畫 怎麼用這種熨斗把它燙平啊 難怪喔 黛大哥會講說啊 溫度控制很重要耶 免得啊那個畫啊 油仔會被溶掉啊 或者一不小心畫布就被燙焦了 你們看 只要用熨斗把蠟燙開 等它完全乾 再把它撕下來 就可以恢復以往的平整囉 欸大哥 像我們啊 修復油畫它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啊 第一個步驟啊 通常我們會 開始勘察它作品 作品的風格 年代 然後呢 在這裡有科學儀器呢 還有放它進來 看查它的損壞程度 就好像我們 生病的時候會去看醫生 所以你現在就要檢查囉 現在就是在檢查之後 畫作哪裡有損壞的 哇 這是另外一個工作室喔 對啊 這是我的事業室 欸大哥 這部畫怎麼會這樣子啊 上面好髒喔 然後還被人家寫字啊 那是被那個小孩子 塗的 還吃起來大力士 對啊 像這幅應該就是 準備要修復的作品 對不對 這個是在修復裡面呢 最常見的 那就是 最常見的問題 有些污染 太髒了 對 有些霉點 那這有一些是 被壓克力 就小孩拿壓克力塗的 欸 可以只清上面 不要清到下面嗎 當然可以啊 喔 那我示範給你看 好 慢慢的 慢慢的造個東西 就慢慢的清洗起來了 欸真的可以耶 欸大哥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啊 它明明啊 就都一樣是油彩的顏料嘛 可是為什麼 我們可以只塗掉 上面的那個顏料 然後保留做 原本下面那個顏色呢 因為畫上去的年代不同啊 那乾燥程度就不一樣了 嗯 然後用不同的容器就可以了 洗到不同年代的顏料了 嗯 可以讓我試看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哇 你們看 整個棉花棒的頭都變黑了耶 來先生你看 這是畫布有裂開的 你看 欸對耶 嗯 還蠻大的 那像這個要怎麼處理啊 可以取邊緣的那些線呢 纖維 然後做一個中間的把它補牆 哇 好像做女工 還要把它縫起來就對了 對 這個線一定要是它邊邊這個線嗎 沒錯 不可以用其他的喔 不可以 如果它有多餘的線 我們盡可能用它本身的 本身的纖維 不論是材質或是顏色 都是相近的 嗯 嗯 讓那條線好像變成它真的畫布上本來就有那條線一樣 沒錯 然後完全跟它糊糊 完全跟它旁邊的一模一樣 欸等它乾掉以後就看不出來了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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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盡可能只把醬的石頭 它是放在原來的地方 嗯 然後到隔夜 就先壓著囉 對對對 這樣就完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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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現在可以介紹一個另外一種修護方式 這個是什麼修護方式啊 身邊這白白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那個填補白漿 重新塑造這個筆觸 貝大哥說 油畫的顏料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因為它是有厚度的 所以啊 如果有褪色而需要補色的情形 不可以只用畫筆去畫 要先用白漿模仿油畫立體的筆觸 然後再上色喔 這像這樣 這個是你完成的作品喔 嘿真的耶 完全都看不出來那個白白一塊一塊的白漿痕跡耶 嘿大家哥 我在想啊 如果我是一幅油畫啊 或者是一個那個陶瓷啊 或者是花瓶啊 如果我剛被修復完的感覺 應該很像是剛做完SPA一樣 就覺得很輕鬆很愉快 而且煥然一新耶 嗯 可是講到煥然一新 我想到一個問題耶 是 假設啊被修復的這個作品 嗯 它是一件古董的話 那我們把它修復完成 變成像新的一樣 這樣會不會反而失去它那種古鋪的感覺啊 其實不然啊 如果說我們以舊屋的觀點來看的話 會分兩種 一個是博物館方面的 一個是呢 私人收藏的 嗯哼 那在博物館方面 我們盡可能就是說 不要讓它做得太新 嗯哼 舊舊的感覺 維護它 嗯哼 那我們以保存為主 嗯哼 以修復為父 嗯哼 那以私人收藏的話 我們呢 就是以 盡可能以最完美的呈現 嗯哼 用它做商業行為 嗯哼 不過喔 我覺得我今天真的大開眼界 因為想不到喔 修復油畫四個字的背後啊 需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啊 還有很多的心血跟功夫 我覺得你的工作好辛苦喔 我覺得在幫這個前輩的作品呢 我們盡可能修復完成 嗯哼 可是我覺得是我莫大的榮幸 嗯哼 那今天真的很謝謝你囉 欸 謝謝我這張範圍是 Mexi對不對 Mexi Mexi Ciao再見 謝謝 太好了 你們兩個都在 來來來來 你看這個畫 喔 憲憲 如果呢 你是想拿這幅畫來裝飾我們的秘密基地 會不會太小了一點啊 喔 不是啦 這個是我的秘密檔案耶 秘密檔案 啊憲憲不過就幾個字而已 有什麼好分享的 你注意看啊 修復師大考驗 我是要讓你們知道啊 要當一個藝術品修復師不是那麼容易喔 他們呢 必須要先研究那些藝術史啊 他才會知道說 原來這幅畫呢 裡面有哪一些東西 那他才會發現說 原來這邊有破洞啊 或者是顏色有剝落啊 也才知道說要怎麼去修復它嘛 所以呢我就在這幅名畫上面呢 動了一點點的手腳 讓你們找找看哪個地方少了什麼 喔 這幅畫是這個達文系的作品 最後的晚餐嘛 這幅我剛好有研究了 少來了吧 是不是剛好有研究 人家上面明明就有寫對不對 而且你如果就算有研究 應該也是最近讀了人家那個什麼 暢銷書 達文系密碼吧 那你還不是一樣 我怎麼會跟你一樣呢 我完完全全的啊 知道這一幅最後的晚餐 它的背景故事 就是呢 耶穌啊 就是他最後的一頓晚餐 因為他吃完這頓晚餐之後 就被人家抓走 然後後來定在十字架上面死掉了 喔 所以你知道囉 知道喔 喔 那我問你好不好 你一定有聽說過 西方人啊 認為十三這個數字呢 是不吉利的 對不對 對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一年啊 只有十二個月 沒有第十三個月 沒有就不吉利 聽你在亂講耶 才不是這樣子咧 其實是因為喔 耶穌在吃這個 最後的晚餐的時候啊 其實他們是十三個人一起吃的 十三個人是吧 對不對 那我知道了 你一定哪是少了一個人 對不對 或多一個人 我來說說看啊 拜託 這麼簡單的我才不會出呢 不簡單其實也沒有很簡單啦 因為啊 你就算少了一個人的話 我裡面只認出耶穌一個 但是你少了誰我也認不出來 小兵 小兵 那小說裡面不是有講那個 神秘的一隻手 對 有一隻手 對不對 那一隻手啊 它出現那個角度呢 有一點點怪 好像跟這個原來的圖 有點不太搭調 看不出來是誰的 然後那手上呢 還拿一把刀子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鬼怪就對了 好厲害喔 就是這隻手啦 我本來還想說 讓你們知道 藝術品修膚是有多困難 想不到你們這麼聰明 嫌嫌 雖然我們是答對了啦 不過我認識的話 也不會只有這一副而已啊 但是我明白你的苦心喔 做這個修復師啊 真的是很辛苦的耶 這個手要很巧啊 而且要很細心啊 而且要懂很多那種 藝術史的概念 對… 沒有什麼藝術史概念 那是可以後天學習的嘛 對不對 但是像我這種 天生就屬於比較好動一點的人 可能根本沒辦法做這種 比較單調一點的 然後這種每天要做同樣的事情 我做不來… 說得也是啦 其實不會啦 像大家給我講啊 他之前呢 有在那個法國的博物館打工啊 他又在那個修復油畫的過程裡面 發現很有趣的事情喔 好比說呢有一個畫家 他畫了一幅裸女的畫 可是那邊的人啊 當時就覺得說很保守啊 怎麼可以畫裸女呢 所以他就把裸女畫上衣服 那後來的人又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尊重原創啊 所以呢 又畫上了一個裸女 所以這幅畫就是這樣 一層一層蓋上去 是喔 所以修復師就是這樣 一直洗… 一層的洗… 然後洗到之後 就恢復原本的面貌囉 對啊 因為只有最裡面那一層 才是真肌嘛 這樣講讓我想到 其實有的時候 真肌還不是只有一層耶 啊 這什麼意思啊 因為大大哥有講說 有另外一個畫家 他年輕的時候呢 畫了一幅自畫像 可是他老的時候呢 又想要把他老的樣子啊 那個自畫像再畫上去 所以啊 兩個都是他的真肌啊 那之後不知道 選哪一個才好 對 那這樣要怎麼辦啊 所以後來的人呢 他們就想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就把後來畫上去 那個比較老的那個自畫像啊 做妥善的保存之後呢 再把它洗掉 那結果那個老人的臉啊 就突然變成年輕的大帥哥囉 很好玩耶 很好玩耶 對啊 聽起來不錯喔 老白要叫什麼啊 去看看 那我先貼一紙囉 新竹的藝術品修徒師 黑豆貝 可以啦 真的是非常辛苦你啊 喔 修徒真的很棒耶 很棒啊 沒有啦 沒關係 對 甚至一個朋友很好 我要順便去看朋友這樣 好 好 這樣我比較不會良心不安啦 黑豆貝 可以喔 一點瑕疵都沒有 喔喔 那個花瓶真的修好了耶 好厲害喔 漂亮喔 可不可以修好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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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呢 我看到這個花瓶 我想稱讚它很漂亮的話 法語應該怎麼說 很簡單 我們第三次 那如果要說它很醜的話呢 嗯… 對… 在法國我們不喜歡說很醜 嗯… 我們更喜歡說 Se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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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 哦… Sespecial 你懂嗎 我懂我懂 Sespecial 一來看看看 你誰在做拜 我就說你什麼 Sespecial 才不是咧 那個Sespecial Se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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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另三次好了 Se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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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以我們台灣人的習慣 人家要是稱讚你 我們通常都會不好意思 那…那這樣子的 我在法國話 要怎麼去講這個話 我們說 Mercie 謝謝 Mercie 謝謝 謝謝 謝謝就是接受了呢 接受人家的謝謝 哦… 所以法國人很大方嘛 對啊 Mercie 怎麼講… Mer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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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講三次 Mer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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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學很多 我們可以來那個 會話練習一下 好 來 小鐘 嘿 你覺得這個 會感到生意做什麼 Se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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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我就知道了 你們三個都… 最不太膨張 最不太吐槽 嘿嘿嘿 David一定很膨張 David 你覺得這個花瓶長得怎麼樣 怎麼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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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pecial Mer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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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的… Sespecial Sespecial Mer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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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先感覺有人在拉扯你的感覺 往上的一個動作 好來 手腕 手腕 手肘 三 整隻手 四 五 一 六 但是這個是比較粗略的動作 所以你在做的同時呢 把這個六個動作做手腕之後 你可以開始去移動你的 身體去做不一樣的圈子